在降級之後感覺到路上人潮陸續出龍了 洗車業者就說生意很明顯跟之前恢復了三道市場左右 但就有民眾在網路發文討論一件事情 認為現在洗車越來越貴 像六年前洗一台車大概是五百塊錢 現在至少要一千兩百塊起跳 不過業者就把這個成本曝光明細給大家看 其實還不算基本開支和耗材 光人力成本就將近占了一半 水柱沖掉表層泥沙 輪胎輪共特別用藥劑刷洗 為了搶速度一次就要出動兩名專業技師 洗車保養看起來很容易 但其實程序繁瑣很搞剛 疫情完到現在大概多個三層四層 機器沒有出現過這種 這麼像人性化的動作跟細節的地方 對 還是要靠人力的眼跟眼力 還有技術跟經驗方面下去做 現在基本行情洗一台轎車一千兩百元起跳 但六年前不過才五百 成本中最貴就在人力 一計是月薪五萬拆算 時薪月落在兩百五十元 等於一台車清洗加打蠟 花一小時請兩個計時就要五百塊 再加上水費電費租金和藥劑等耗材 利潤根本似乘不到 另外還有一種洗車模式是只要投十塊錢硬幣 就可以來進行自助洗車 不過就有人發現了過去只要八十塊就可以把愛車洗得乾乾淨淨 但是現在竟然要投到一百二十塊才能洗完整台車 唯一沒被點名漲價的就是快速洗車 清水一沖打上泡沫迅速刷洗再擦乾 只要十五分鐘就能洗完一台 而且只要三百元 對比保養廠便宜四倍 但就少了專業技師操刀 也沒有打蠟服務 算是陽春型基本洗車 譬如說當我現在需要出去的時候 車子髒我就來自助洗車這邊簡易的弄一下 但是基本上汽車美容大概一個月一次 畢竟洗車保養本來就很靠手技 一分錢一分貨 賣到的服務還是有差別 東三層零新聞 許金鵝 洪沛宇 台北報導